欢迎收看本期电影漩涡,我是D先生 影片通过一位作家的作品讲述了在战争背景下一位欧洲著名饭店门房的传奇人生故事 以及门房与饭店小门童因为陷入豪门财产争夺战后 在两人之间产生了信任与友谊 多半电影评分8.7分,多半电影拍行榜位列第87位 一本叫做《贝达佩斯大饭店》的书写成于1958年 这本书的作家在饭店遇到了一位新住客 其实也就是饭店的主人穆斯塔法 穆斯塔法在一次泡澡中知道了作家对饭店的故事感兴趣 就邀请她一起吃饭并主动讲起了自己与饭店第一代门房 穆斯塔夫的故事 作家将这个故事写成书 向我们展示了发生在这个破旧饭店的那些过去和耀眼的故事 穆斯塔夫与那些作为饭店客人的贵妇都有着情人关系 帝夫人就是其中一个 在一次告别时帝夫人感觉到自己时日无多 便留了一个硬币给穆斯塔夫 让她为自己到教堂点一支蜡烛 穆斯塔夫将这个任务交给了一个新来的门童 也就是现在的穆斯塔法 于是他们之间的故事开始了 在一个早晨 穆斯塔法惊讶地发现包纸上刊登了帝夫人的死讯 他马上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穆斯塔夫 穆斯塔夫带着穆斯塔夫坐火车去参加帝夫人的葬礼 中途遇到了警察检查乘客身份 发现穆斯塔法是移民 要将穆斯塔法带走 穆斯塔夫向警察解释了情况后 还是和警察发生了冲突 就在这时警察H发现了他们的情况 这位警察同年是曾在大饭店居住过的 年幼的他受到了很多穆斯塔夫的照顾 于是他也帮助穆斯塔夫化解了这次冲突 到达帝夫人葬礼后 律师宣读了帝夫人的遗书 帝夫人将家中的名画赠予了穆斯塔夫 但是受到了帝夫人家人的反对 穆斯塔夫与穆斯塔法将名画偷走 并交给了帝夫人的管家 管家又将帝夫人的另一份遗书复制版 藏到了画的背后再次交到穆斯塔夫 穆斯塔夫也留了一份遗书 表示他的财产以后由穆斯塔法继承 帝夫人的家人为了名画伪造了证据 无限是古斯塔夫杀害了帝夫人 古斯塔夫被H警官逮捕了 穆斯塔法在分店工作时 结交了在蛋糕店工作的阿加莎 并坠入了爱河 穆斯塔法将阿加莎坦白了关于名画的事情 并请求阿加莎帮助古斯塔夫越狱 阿加莎把越狱工具藏在了蛋糕中送进了监狱 古斯塔夫和狱友一起利用工具成功越狱了 古斯塔夫借助自己的人脉寻求一个藏身之处 但是帝夫人的儿子德米特里没有放过他 德米特里雇佣杀手杀死了管家和律师 想要坐视古斯塔夫的杀人罪 没想到杀手反而被穆斯塔法推向悬崖 穆斯塔夫和古斯塔法借助阿加莎 想要取手藏在饭店的名画 被德米特里发现了 德米特里和随从开枪困住了他们 这时H警官也带着手下过来阻止了场面 阿加莎在混乱中发现了藏在画后面的遗书 大家一起见证了遗书的内容 是把所有财产都留给古斯塔夫 于是古斯塔夫继承了遗却 后来穆斯塔法和阿加莎结婚了 古斯塔夫和他们一起出门旅行 没想到又遇到了士兵检查 因为穆斯塔法仍然没有合法国籍 双方起了冲突 古斯塔夫在冲突中被射杀 所以穆斯塔法成了饭店的主人 影片告诉大家人生在世会经历许多劫难 这些劫难不会因为你是好人或是坏人而区别对待 可能有些人能躲过一劫有些人则截然不同 人从出生到入死 生命的脆弱并没有差别 大家都是时间河流中的一夜轻舟 如果你刚好卷入了历史的洪流中 就难免被时代卷走 其实最重要的是人性的美好可以传承下去 这种传承是穆斯塔法代替古斯塔夫 成为布达佩斯饭店最优秀的门坊 是穆斯塔法和阿加莎也爱上了古斯塔夫热爱的诗句 是女孩安静地坐在墓园中 读着他们曾发生的传奇故事 是女孩安静地坐在墓园中